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著途怪奇师审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下边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三节 了解备审以待位及环境 实际这种了解是在做什么程序 风险评估程序 而且我一直在跟大家说 了解备审以待位的方方面面 其实总的来说 一共就是了解备审以待位及环境的六大方面 但是在我们第三节只讲五个方面 因为第六个方面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 内容太多了 他放在第四节一节单独讲解 这是我要给大家进行的第一个说明 第二个说明 我们著途怪奇师实施的就是风险导向审计的思路 我们就是在了解的过程中 识别重大错报风险 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最后在第八章是风险的什么应对 所谓的应对不就是做程序吗 在这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件事 我们之所以要了解备审以待位及环境 目的就是识别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而识别和评估在我们这一节有大量的举例 有人说这些举例我用不用一个个把它备起来 不用 你就当看故事 看见这句话知道 哦 可能有不对劲的地方 看见那句话哦 可能有不对劲的地方就可以了 这些举例我会尽可能的给大家多说一下 目的是形成一个思路就可以达到识别评估应对的目的 这是在讲第三节之前我给大家进行的说明 该说的说完了那下边我们正式看标题 总体要求 你要了解备审以待位及环境应该了解几个方面 这一回终于遇到正主了 我们一定要从下列方面也就是六个方面去了解备审以待位及环境 我必须给你澄清一件事 这六个方面有可能是从外部了解的 比如说相关的行业状况 法律环境 监管环境及其他的外部因素 这是纯粹从外部环境了解 有人说我了解备审以待位及环境 为什么还要从外部环境了解 我经常举的例子呀 这两年治理的已经很见成效了 前两年雾霾非常严重的时候 大气候都不好 你觉得你个人的健康状况会很好吗 不会 这就是我们先要从行业状况 法律环境 监管环境及其他外部因素 了解备审以待位及环境的一个因素 你比如说我去年就举个这个例子 我们二手房的中介 实际去年的营业收入一定是下滑的 为啥呀 因为国家出来一个政策 我买卖二手房 只要你买方和卖方确定了 你不用经过中介 你就直接可以怎么着打网签 你直接可以完成交易 那我何必花那个中介费呢 那中介费就要1.5%和2%来算 成交价的2% 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所以我去年就说我二手房中介肯定不景气 然后我昨天理发的时候 然后你理发师告诉我 说有一个朋友原来从事二手房中介的 前两天辞职了 这就是行业状况 法律环境 坚固环境 其他外部因素 对你背审以待位的影响 那么除了外部的 我们还可能有什么 外部因素加内部因素结合起来 我们也需要了解 比如说第五个 对背审以待位财务业绩的衡量评价 证券监管机构 债权人这些对你背审以待位有业绩评价 你好了我投资 你好了我把钱借给你 你不好我肯定撤回投资 我就不把钱借给你了 背审以待位自己内部是不是也有财务业绩的衡量评价呀 我凭什么让这个员工晋升 那个员工不晋升 所以他可能是外部因素 也可能是什么 内部因素 有人说老师你说了外部因素 说了外部因素加内部因素 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的就是背审以待位的内部因素 一共有四个 第一个叫背审以待位的兴趣 你是盈利组织还是非联织组织 你是国企还是私企 肯定我要了解 第二个我还要了解你背审以待位 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什么 应用 第三个我还要了解你背审以待位的目标战略 以及可能导致重大挫暴风险的相关经营风险 上一讲不刚讲完吗 经营风险是你背审以待位的 本来跟我住的外审 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是因为您的经营风险 导致您铁儿走险 八宝坡给改了 不就变成我将面临的重大挫暴风险吗 所以我是关注你背审以待位的经营风险 我是关注所有的经营风险吗 不是 我只关注可能导致我住的外审 将会面临的重大挫暴风险的那一部分 相关经营风险 这不都是纯内部因素吗 还有一个内部因素 就是在第四节要讲到的 背审以待位的内部控制 所谓的内部控制不就是政策家教程序吗 所以我当然要了解 所以既要从外部环境了解 又要从内部加外部了解 还要了解背审以待位的纯内部因素 这个我想我就给大家说清楚了 在这我必须说一件事 你第一项确实是外部因素 二三四六确实是背审以待位的内部因素 而第五项既有外部因素 也有内部因素 那我想说什么 这些因素是独立的吗 不是 这些因素可能会相互影响 我注的外计师在了解各方面情况时 应当考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什么关系 必要时我了解不是有分工吗 我项目组既然有分工 我为了分享见解 那我可能要进行项目组的内部讨论 有人说为什么这些方面可能有分工 我经常举的例子 比如说我在了解背审以待位性质时 我就要了解你到底是盈利性的组织 还是非盈利的 比如说你要是盈利的最典型的 不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吗 那我可能要了解你到底是私企 还是我们所说的国有企业 您要是私企去掉您该发的人工费 去掉上缴国家的税款 剩下你是不是都认为是你私企老板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对于私企来说 哪怕我从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应用上 我一定要选择能够使什么税负低的会计政策 因为税负低我就交税少 而如果我本身要是国企 你可能对国企的领导就会有考核指标 比如说考核的主要指标 可能有收入 可能有利润 那我为了达到这些目标 我可能选择会计政策的时候 我就会选什么 是收入高一些的会计政策 那大家想一下 我的目的就是完成什么考核目标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假如说我为了达到目的 而我现在没达到 那我就铁而走险 比如说对私企来说 你为了降低税负 你可能就会隐瞒收入 隐瞒收入影响的是营业收入的哪个认定 完整性 而对于你国企来说 你虽然从会计政策的正当手段 你选择了可能是收入高估的会计政策 但是实际上你要没有完成考核指标 你可能会虚构收入影响的是收入的哪个认定 发生 你看这不就是被审计代为性质和会计政策 选择应用等等就会有一系列的联系吗 不要认为这六个方面是孤立的 这是我想给大家说明的一个观点 那么下边我们就开始讲这六个方面的前五个方面 先说第一个方面 行业状况 法律环境和监管环境以及其他外部因素 其实这个了解纯粹是一个外部因素 我们是从宏观是从总体的方面对被审计代为机环境进行评估 我们先看一下了解的内容 了解的内容其实就是标题这三个方面 我们首先最应该了解的是什么 行业状况 为啥呀 我先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这个行业可能都不是很景气 比如说你行业的平均毛利率 大概也就是10% 这是我了解的第一层 那么第二层对于你企业来说 我告诉你你处于行业的中有水平 但你是不是你的毛利率大概也就是10% 对 但是您去审一个被审计代为 明明行业的毛利率是10% 明明他还处于行业的中有水平 但是他告诉你他的毛利率30% 假的 我肯定就可以得出这样结论 那毛利率不就是收入减成本除以什么 收入你要想把毛利率给他抬高 要不让收入高估 要不让成本什么低估 收入高估了影响他的什么认定发生 而成本低估影响了成本的哪个认定 完整性 我就奔着这个方法去查 我果然就能查出你高估收入 我果然就能查出来你该转营业成本的没转 该转成本没转你是为了保住你的利润 其实在我们专业术语上有一个名词叫潜亏 而您高估收入实际上我是怎么查的 我是从原始凭证查到账簿记录吗 不是 那个实现的是完整性 原始凭证证明经济业务已经发生或完成 我查到账簿记录你记了皆大欢喜你没记那不就漏了吗 但是我可以从账簿记录查到什么 原始凭证 你账簿记录有原始凭证也有完美 你账簿记录有原始凭证没有 那不就是我们所说的虚构吗 就奔着这个方向去查 所以为什么了解他的行业状况很重要 就跟我钱包给大家举那二手方中介 确实现在就是不景气 那么下边我们行业状况一共说了五个方面 既然是举例 我索性玩了命的 就以行业状况这块内容为例 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您不用背 您也不用记 您听完了觉得 哦可能是这么回事 原来是这么回事 能有这样的感觉足以 我们先看第一个 所处行业的市场与什么竞争 包括市场需求生产能力价格竞争 我们所谓的市场与竞争 是不是基本上就是从购 球两大方面去判断呀 对 那就看你是紧叫货还是抵摊货 比如说我们可能出现 攻大于球的情况 攻大于球的情况会怎么样 卖不出去东西 市场东西太多了 但是没人要 在这种情况下 您想到了什么 有人说没想到 您卖不出去东西 东西太多了 没人要 不产生积压吗 那就说明至少 我说明你的存货贬值了吧 我应该具体什么存货跌价准备 您想到了吗 如果没想到 这个例子我不是举失败了吗 这就是供大于球 如果明明在供大于球的情况下 你还告诉我你毛利率层层层的往上涨 肯定是假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受疫情的影响 我经常举这些例子 餐饮行业肯定不景气 旅行社旅游行业肯定不景气 这都是体现了供大于球 那么当然如果出现了反方向变动 比如说供小于球 也就是东西少 而实际我需求量大 你比如说现在像我们东北呀 或者上海呀 疫情都比较严重 完全小区处于封闭状态 可能有些物资运用的不及时 但是老百姓得吃得喝呀 得吃米吃面得吃蔬菜呀 那我需求量在这摆着 你供应不上 不就可能出现供小于球吗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价格可能就会稍微比平时高 因为我运送成本就会高 人工成本就会高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供小于球 那么当然还可能出现 我们所说的供求 或者叫供需基本平衡 您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割花有线电视 我们现在看电视 都是用割花电视 当然不排除 比如说你买个小米的电视盒呀 连割花有线都不让用了 或者说都不需要了 每个月18个钱 然后12个月一共是216 你的用户群几乎是很稳定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告诉我 割花去年2000万收入 今年100万收入 假的 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 今年在割花扯户的呢 有人说万一去年2000万 今年8000万 估计也是假的 为啥呀 即使有新增的户 也不至于新增那么多 当然可能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我们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然后北京市教委开展了空中课堂的教学服务 这个空中课堂只能用割花有线来看 所以在那一年疫情的时候 2021年 割花有线本来好多用户已经撤了割花有线 都买了一些鸡顶盒呀 那些鸡顶盒不就不花钱吗 后来因为孩子学习 为了使用这空中课堂又把割花有线开了 那那一年割花有线的收入肯定会怎么上涨 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三种情况 你处于行业的什么竞争地位 你的行业竞争程度是什么呀 直接决定你整体的情况是什么呀 这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行业状况 那么第二个生产经营的季节性和什么 周期性 季节性很容易理解 比如说我们生产羽绒服务的单位 他通常是从十月份到年底 比如说十二月份一月份 他的收入会非常漂亮 为啥呀 你去买羽绒服去 售后员营业员就会跟你说 这是今年的新款 多少多少钱 他一定会很好看 但如果你都到了二月份过了春节了 他就会告诉你 我羽绒服打折了 然后这个是马上就要下架的 这不就是季节性吗 也就是说生产羽绒服的单位 你从十月份到二月份 你的收入会非常漂亮 可能从三月份到第二年九月份 你的收入可能就不太好看 没关系 这是正常的 再比如说生产冰淇淋的单位 不也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包括我原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现在农民 你比如说在北京一些郊区 农民可能为了省事 从种到除到收 完全采用机械化 我就是专门从事机械收割的 专门从事种植业收割的 那可能到种植业收割的那个季节 我收入会非常漂亮 您告诉我 您在那个阶段忘记不忘 但是您都到了过春节了 地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大雪一片 您告诉我 您收入非常好看 不可能 这不就是生产经营的季节性吗 那么另外周期性也是一样 经常举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房地产公司 它最大的特点是前期投入多 几乎没有产出 有可能我在中间房子还没盖完 我开始预售 没关系 但是毕竟它不是全款 这就是周期性 包括我们生产的动漫产品 你可能为了开发一款动漫产品 需要几年的时间 但我开发完成了 我可能只要收版权费 我就能维持生活 这就是生产经营的季节性和周期性 我们一定要关注的这样的细节 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你被审计单位积极环境 这是第二个方面 那么第三个 与被审计单位产品相关的生产基础 如果都买十块钱 一个只能书写 构成书写笔 一个又能书写又能发光 你买哪个 肯定买又能书写又能发光的 那有人说为什么呀 发光对于我来说也没用 你就觉得多一个功能 我反正花十块钱去买 这不就是跟产品相关的生产技术有关吗 比如说你的产品可能是过时的 我经常举这例子呀 比如说鼠标 你原来的鼠标可能是真实插口 而现在的鼠标都是USB接口 甚至是无线鼠标 你还有这种真实插口的鼠标 新的吗 即使全新的你也卖不出去钱呀 因为它已经不值钱了 它已经落后了 包括你原来我们很早的是有那种跳舞毯 你现在按照现在电脑 你都驱动打开不了 为什么 我现在的电脑已经系统升级 不知道多少代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项 第四项是能源供应欲什么成本 这个能源供应 我想稍微给大家举个例子 年年都会举个例子 比如说到了夏季用电高峰期的时候 为了保证居民用电 那可能就会对企业进行限电政策 假如说经常举的例子 如果你告诉我 每周只允许你这企业开工五天 而且你开足马力 你每天只能生产100件产品 我充其量就认为你只能生产500件产品 但您告诉我 您这一周卖了900件产品 你那额外400件产品哪来的 没电 你机器运转不了 你怎么可能生产那额外的400件产品 但如果你告诉我 我额外的400件产品 我是怎么来的 我有自己的发电机 那我就是要看一下 你这发电机能不能支持你生产这400件产品 如果我一看 你的发电机连你的企业厂区的照明都勉强为止 那你这900件产品的销售不就是假的吗 至少有一大部分是假的 那我就认为你营业收入高估了 我就奔着高估收入去查不就可以了吗 这就是能源供应 而且每年讲到这 既然你提到我们所说的发电机 大家都知道 它通常是烧柴油的 那我曾经审一个客户 它的主要耗料也是柴油 为啥呀 它是生产我们所说的树脂 脂肪的脂 这个树脂是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 你总用过银行卡吧 我们每个行都自己银行卡 其实它是只是加了一个上边的封面 下边的封面 中间都是树脂做成的 然后可能需要经过加磁等等 我原来有一个审计客户 专门生产这个的 树脂最先开始 它并不是板状的 它就用泡沫颗粒是一个粒一个粒的 然后你就看 有一个生产工人 拿那大铁线 哗铲铲一铲 把它放在漏斗里边 通过传通带传送 这个颗粒怎么能变成板 它通过两个轮的挤压 然后把这颗粒给它粘在一块 光挤压够吗 不够 这两个轮一定要发热 其实它就是拿柴油 把这两个轮加热到一定程度 然后通过调整轮间距 给它挤压 把颗粒就等于半融化成我们所说的板 但是我两个轮的间距可能比较大 我想压缩成我规定的板的厚度 它会不断的调整两个轮的间距 把厚板逐渐压缩成薄板 等压缩成我们需要的银行卡的厚度了 其实它是整张整张的板 它在通过切割呀 裁剪呀 最后形成我们银行卡的形状 当然银行卡是要捣脚的 它不可能是四个角 它要变成四个圆弧 这些都是厚化 还要夹瓷 还要贴封面 各个银行 贴成各个银行自己的logo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加工过程 它主要的材料 因为树枝对于它来说不贵 很便宜 它最大的耗用原材料就是柴油 那一年的柴油 我记得涨了很多钱 原来这个单位的毛利率 比如说大概20% 那一年柴油涨了好多钱 我说的很清楚 比如说可能上浮了30% 后来我去他单位审计 他原来的毛利率20% 然后柴油涨价地球人都知道呀 后来我发现的毛利率大概还是20% 那大家想毛利率取决于收入和成本呀 如果你材料上涨价格了 你是不是要保重毛利率 你售价也得上涨呀 我就随口问了一下 他们财务总监 我说你们是不是提高价格 今天才有涨的这么高 他说没有 不可能 我们东西卖给固定的什么客户 他们不会轻易给我们涨价的 好 第一个问题定了 你价格没涨 但是你的成本在层层的往上涨 你的毛利率是不是应该减少啊 而你毛利率没有减少 那我只能认为你可能高估了收入 你可能有成本该转没转 这不就是从能源供应上找到的吗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个 第五个行业的关键指标和统计数据 这个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思路 你比如说我经常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可能你麦当劳 你会发现每个月他规定员工的工时数 不能超过220小时 超过了他可能就会认为超过你的身体极限 但您给我报这个员工的工时是380小时 假的 有可能你是为了给这个员工多报一些工资 然后呢你把员工该给的工资给了他 多余的工资可能你的经理就装在自己兜里边了 这不就是行业的关键指标给你展示出来的吗 而每年我还会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用到了一个重要的程序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分析程序 分析程序我们要用的一个什么 预期 比如说这个4S店实际最后关门了 我觉得举这个例子有点残忍 但是又没有想好其他的例子该给大家在这 怎么举 我就还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当时审计一个4S店 后来我就发现他们求费就是加油费的票特别多 我粗略的统计一下是157万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 后来我就问了他们会计一下 因为我谁都可以问 我不一定非得问财务统监 我就问了个普通会计 因为那普通会计跟我是老姓 我说你们单位有多少辆车到年末 他说有23辆 当时他们单位是买美系车的 大家都知道美系车相对来讲性能好一点 但是也耗油 我说你们单位23辆车都是美系车 都是你们主营这个品牌吗 他说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 然后说有 比如说面包呀 也有美系车 然后我再接着往下问了一句 因为当时那一年的汽油价格是7块5 实际上如果你按365天来算 等于是算出来每辆车 每天大概跑167公里 这个数字就有点不正常了 后来我就去找财务统监 我说你们现在157万的旧费的票 你们单位到年末有23辆车 中加酸有变动 多一辆 少一辆 也多不了多少 一个油7块5 等于平均下来 每辆车每天跑167公里 他说对呀 可以啊 100多公里 那不是玩似的吗 我说我跟你算的 这167公里 是你们单位车 每天23辆车全出去跑去 而且一定 每辆车都跑过167公里 我说五一十一 你总会放假吧 春节清明 你总会放假吧 放假了 你总不能开车吧 然后也不是每个车 每天都冲突吗 最后问来问去 实际是一个什么情况 实际是上边的汽车供应商 本来打算把谁买他的车 他就给这个消费者 一万块钱的什么 给消费者一万块钱的买车补贴 中间不经过4S店 那跟我4S店没关系 我正常的运行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后边上边的汽车供应商 改变了主意 他把这一万块钱 先打给4S店 4S店再把这一万块钱 转给谁呀 消费者 4S店就觉得我很为难 比如说我卖一辆车30万 我收您30万 我再打给您一万 那是不是将来会让人家认为 我的收入只有29万 他就用了一个搜主意 4S店就跟消费者说 你谁买我的车 我先收你30万 你回去找汽油费的票 找够了 你把一万块钱汽油费的票 给我4S店 我4S店把这一万块钱 打给你消费者 表面就相当于是我4S店 自己花了一万块钱的打车费 但是那一年的汽车销售情况 恰恰是很好 所以他形成了157万的汽油费的票 所以大家记住 任何关键指标如果太异常了 都可能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行业状况 我就大概用这样一些简单的例子 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 我们为什么要从外围了解 目的就在这 这是行业状况 我就说到这 那么第二个方面叫法律环境 监管环境 比如说会计原则和行业的特定惯例 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现在对金融资产来说 采用的是三分类法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还讲会计 金融资产的三分类就是贪中损 如果你还按原来的规矩核算 那你不就错了吗 包括第二个受管制行业的法律框架 包括披露的要求 你生产的产品是有关国际民生的 那么这种受管制行业的法律框架 我对你有什么要求 我肯定要关注 包括第三个 对贝审计大会经营活动 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律法规 包括直接的监管活动 还有第四个 我们所说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对企业影响很大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大家应该觉得很自豪 你生在中国为啥呀 我们国家从疫情以来 对小规模纳税人企业 进行了大幅度的优惠 这种优惠包括免 包括减 包括我把免的门槛 给他提的高高的 也就是说 你只有达到一个很高的小手额 你才可能需要去交税 这些税收政策 你了解不了解 这不都跟了解 贝审计大会及环境有关吗 这是我们所说的 法律环境及监管环境 那么如果你没明白 我可以再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这种法律法规 像我们北京现在只允许卖达到欧6 汽车标准的汽车 而您生产的汽车都是 比如说是欧4 您还告诉我在北京的销量一半 但还假的 您不用跟我说 我在了解您的过程中 我就能观察到这样的信息 那么除了这个 还可能有目前对被审计 那位开产经营活动 产生影响的政策 比如说货币政策 这个货币政策很重要 不说对企业 对个人来说 我们前段时间 不是各个银行突然收紧了 放贷的政策吗 也就是说你分期付款 买房按揭买房 我不带给你款 那是不是影响很多买房人的买房脚步呀 包括财政政策 财政刺激措施 关税等也会有影响 还有影响行业和备设 你在为经营活动的环保要求 你比如说 北京曾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企业 叫手钢 为什么手钢外迁了 它可能就是环保不达标 所以你环保不达标 对你企业的业绩肯定会有影响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方面 那么第三个方面 叫其他外部因素 一共是有四点 比如说总体经济形势 总体经济形势不好 我不远说其他的 我就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我周围有很多人都承担了一个后果 就是降薪 企业不景气 我只能降薪 包括利率呀 融资的可获得性 包括通货膨胀水平或币值变动等等 这些我都需要了解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行业状况 法律环境和监管环境 以及其他外部因素 用背吗 不用 我举正确例子 我只是告诉你 想到哪个方面 然后跟背身 你单位有什么关系 跟他的报表有什么关系 能影响我的重大错绑风险吗 就这意思 那下边我们看口号 了解的重点和程度 这个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就行了 我要了解你背身 你的单位 机环境 无论从范围和程度 可能都要受到你所在的行业 规模其他因素的不同而不同 比如说计算机硬件制造企业 我可能重点关注你的市场竞争呀 技术进步 你是金融企业 我可能重点关注宏观经济走势 货币政策等等 你要是化工企业 我可能重点关注 有没有环保方面的法规出台 你如果是建筑行业 那我可能要关注 你的建筑期太长了 你的收入成本的重大估计 是不是产生了不确定性 你要是商业一行 那不就是吸收存款 发放贷款的吗 能简单的制度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 被审计单位的性质 在这儿其实我要讲三个结构 三个活动和一个报告 第一个结构是 所有权结构 我是不是可以了解 你每一个股东是谁 我是不是可以了解 跟你构成关联方的都有哪些 那在这样的了解下 将来如果我已经识别出关联方 我在了解你所有的权益结构 时我识别出关联方了 而你们俩之间又进行交易了 是不是就构成我们所说的 关联方交易啊 这不就是我们第十七章第二节要讲的内容吗 我怕怕什么 关联方交易最容易形成什么 舞弊 我当然要关注呀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治理结构 您能先告诉我一句话吗 告诉什么话 管理层是皇上是行为人 而他是在治理层太上皇的监督下来负责经营管理 来负责编报表 而如果您告诉我所有的治理层均参与管理 那不是我一直跟你说的垂帘停证吗 在这种情况下 治理层全部是管理层 那还有人对他们进行负责监督管理吗 没有了 这不就形成我们所说的一言堂一股独大吗 你觉得此时被沈吉代卫的治理结构好吗 不好 当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都会跟报表层的重大挫保风险相关 因为他是以言堂 他可以随意为之 报表的每一个项目 每个认定都可能出错 就跟我经常给大家举的例子 比如说我可能面对的是一个私企 那私企老板可能心里的概念就是 反正除了给员工发工资 除了买材料 除了耗费的水电 这些剩下的都是我的 我交税越少越好 我不怕你税务说我什么少交税呀 偷税漏税呀 你税务随便查 将来你查出我有问题了 你让我责令整改 我把这企业顶多注销了 我再成立个公司 只不过我不做法人 可能我儿子做法人 不就可以了吗 或者你治理层全部参与管理 形成一股独大 这不也跟报表层的重大挫保风险相关吗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良好的治理结构 该是行为人的管理层 你做经营管理 该是负责监督的治理层 你负责监督 我们就能降低财务报本 发生重大挫暴的什么风险 这是第二个结构 第三个结构就是组织结构 我在了解组织结构 是我就能知道我有哪些子公司 各自的持股比例是多少 治理层跟哪些下设组织进行沟通 能简单的知道一下就行了 其实你的组织结构越复杂 可能导致某些特定的重大挫保风险 比如说财务报本合并一样 商与减值长期股权都是核算等问题 这是组织结构 三个结构能知道就行了 三个活动 第一个就是经营活动 经营活动 我最怕的是什么 经营风险 比如说我原来审计一个医药公司 他所有的股东全都是非常大的医药股份公司 他成立这个医药公司 本来是从事研发的 研发新药 但是后来呢 他补务正业 他从事了房地产开发 他从事了炒买炒卖的股票 债券基金整 那房地产行业的水壳很深 您如果不懂这些 您直接一脚踏进去 您可能就回不来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营活动 包括我们原来经常说 现在照相到他手机 直接形成电子的 原来我那会儿会经历了有照相机 然后有胶卷 科大公司知道倒闭的是 他生产的胶卷质量也很好 但是他依然适应不了行业的潮流 最后依然怎么倒闭了 因为时代的发展 赋予他了相应的经营风险 所以我们一定要欲施俱进 你跟不上变化 你可能就会被淘汰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营活动 那么第五个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活动 投资活动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听过这句话吧 我了解你背是你来为投资活动 就有助于我住的外师关注 你背是你来为在经营策略和方向上的重大变化 那我可能原来一直在买股票 我觉得股市非常不稳定 我现在就买卖汇 超买厂 买卖汇 我超买厂 买期货 可以吗 可以啊 所以我完全可以看出你的经营策略和方向上的重大变化 比如说我作为高达上的住的外师 我应当了解你背是你来为的投资活动 比如说你近期打算实施货以实施的并购活动 以资产处置情况 我记得昨天我看彭宇川曾经说了这么一件事 咱们不去评价这件事是谁对谁错 当时有个承包人 这个承包人我认识 他承包了一个什么 家具城 然后他的承包期限是十年 这个人非常有能力 从他承包之后 这个家具城从亏损 第二年直接就扭亏为盈了 然后一直盈利 没有到十年 然后到2020年的时 正好是第八个年头 后来有人就眼红 然后说这个家具城特别赚钱 反正使用了一些手段 把我认识这个承包人就挤掉了 合同撕毁了 最后这个人接手了这个家具城 大家都知道接手的效果好吗 肯定不好 这不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吗 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最赚钱的几年 全在我认识的这个承包人手里边 而如果您恰恰是这样的接口 您接了这个家具城 您觉得您会好还是不好 肯定不好 就这意思 那么第二个 证券投资委托贷款的发生和处置 还有资本性投资活动 比如说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的投资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现在疫情的影响 可能房价会有一些波动 在这种情况下 你手里至少要有一些富裕钱 你才可能去买房 如果你手里边这些钱都不富裕 你去买房 很可能你经济都会受到影响 包括第四个 不纳入和平范围的投资 能简单的制动一下就可以了 第三种活动叫筹资活动 这个筹资活动 实际我最关心你 背身移来位机环境 我在了解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缺钱 你有没有去借高利贷 你有没有融资压力 你的报表又不合格 你挺而走险 把报表给改了这种情况 如果你借了高利贷 你环本付息的压力更大了 是不是影响你持续经营 这都是相关问题 我曾经给大家举过这个例子 原来有一个房地产公司 实际上它是要盖房 那不等于废话吗 房地产公司肯定要盖房 他就跟一个军队的三产合营建房 军队三产出地 然后他盖房 最后盖完房了 比如说每方分二分之一的房产 后来大家都知道 房地产公司是属于周期型的 他建造周期非常长 他前期通常只有投入 没有产出 他需要大量的资金 所以房地产公司通常都会有 我们所说的什么贷款 但是这个单位没有 我当时就觉得挺好奇 我说我审过这么多房地产公司 每个房地产公司几乎都有贷款 怎么他就会没有呢 那这时我就问财务中间 我说你们单位老板特有钱 他说对我们老板特有钱 我当时也没太在意 后来我就发现他有一笔会计分路 他是这样做的 借银行存款 然后贷其他应付款 比如说三百万 这种如果我不是跟银行借的钱 企业之间的这种相互财借 这儿貌似不能用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他用其他应付款 没毛病 行家一看就知道 这是企业之间的资金台阶 我说你们看现在 你们说你们老板有钱 你这不也跟人借钱吗 他说对我们也得借点钱 维持资金的流动性 当时这一笔分路我看见了 只是调侃了一下 并没有觉得怀疑 后来让我怀疑的事 是这样一笔分路 他做的是借其他应付款 比如说张三二百万 他做的是什么 贷库存现金二百万 在这之前他肯定还有一笔提现的分路 我就不说了 我说你们这么大额的资金 为什么用库存现金去还 人家说了 我们用库存现金去还 是因为对方只要现金 后来我就发现 这个其他应付款 在张三这个名下的钱 大概有一千多万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我实话跟你实说吧 我们借的高利贷 并没有跟银行借款 可能我跟银行借款 我的指标不合格 我借的高利贷 只不过高利贷中间 得联系人是张三 而他只要现金 我们只能从银行提出现金来给他 说到这儿 大家想一下 你想到什么问题了 高利贷的利息是很高的 可是我最后看他财务费用的时候 他财务费用的金额连一万块钱都不到 那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他漏进了财务费用 对 而你拿个人家高利贷的钱是真金白银 您本金拿出去 我好理解 您的利息钱是哪来的 是不是很有可能你隐瞒了我们所说的售房收入 也就是你的营业收入完整性就会出问题 这不一连串的反应 所以审计绝对不是孤立而发生的 将来我们了解贝审一代位的筹资活动 包括什么债务结构相关条款呀 有没有表外融资呀 租链安排呀 还有主要子公司联营企业的重要融资安排 实际受益方和关联方等等 这个大家自己看看就行了 您能明白是这个意思就行了 三个结构三个活动 我跟你说完了 最后只剩一个报告叫财务报告 我就是要了解你背识 你来为财务报告的重要政策交易或事项 比如说你选择的会计政策 是不是都是使营业收入偏低 你为了降低税赋 还是你选用的会计政策都是激进的 使营业收入偏高 你是为了实现考核指标 包括收入的确认惯例 每个行业都不一样 有些行业是全责发声制 有些行业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这种情况 那么包括公允价值的会计核算等等 这个我就不一个个给大家说了 这都是我们要关注的 那么看完这块内容 我们看2021年的一个单选题 现在有关注的会计师了解 贝审纪大卫性质的说法中错误的事 了解贝审纪大卫的筹资活动 一说筹资活动 你要反映出你怎么着 缺钱 有助于注的会计师评估贝审纪大卫 在融资方面的压力 并进一步考虑贝审纪大卫 在可预见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 没错 你缺钱很可能导致你持续经营不下去 中国有句俗话叫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不就这个道理吗 第二个 了解贝审纪大卫的所有权结构 有助于注的会计师识别关联方关系 并了解贝审纪大卫的决策过程没毛病 第三个 了解贝审纪大卫的治理结构 我就是怕一言堂 我就是怕一虎独大 这影响的是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他说有助于注的会计师关注贝审纪大卫 在经营策略和方向上的重大变动 这不是了解治理结构能完成的 其实这是了解投资活动能完成的 而这道题问你错误的自然是选项C 我们再看一下选项D 了解贝审纪大卫经营活动 有助于注的会计师识别预期在财务报表中 反映的主要交易类别账户余额和猎豹 你的经营活动不直接影响这些内容吗 没错 就跟你的经营活动 你说我是卖胶卷的 跟我是推三车车的 你的交易类别肯定不一样 像这样的题目 你能背得起吗 不能 大概能明白这个意思 一推就可以了 所以这道题是选项C 标题四 这是我们要了解贝审纪大卫及环境的第三个方面 就是贝审纪大卫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应用 那可能我要关注到 你贝审纪大卫有没有重大或异常交易的会计处理方法 这都是我们要关注到的 比如说你医药企业 你的研发活动可能是主项 你为了研发一味新药可能耗时几年的时间 但研发成功了 你可能一百万里 这都是我要关注的 另外你有没有在缺乏权威性标识或共识 有争议的或新兴领域采用重要的会计政策产生的什么影响 包括第三个会计政策的变更 比如说你是法庭变更还是自愿变更 这些都会影响你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什么应用 你比如说我发出存货 我可以采用先进先出法 后来我觉得不合适了 我可以改为加捐平均法 但是你要说明理由 你确实变更了会计政策 但是你的理由是什么 不能瞎变 那而且我要考虑一下你变更的原因和适当性 比如说你的会计政策变更 是不是法律行政法规和适用的会计准则 或者相关会计制度要求你变更的 如果不是你没有依据的变更 很可能是滥用会计政策变更 第二个会计政策变更是否能够提供更可告更相关的信息 这是自愿变更要衡量的 还有新颁布的财务报告准则法律法规以及被审计待会 何时采用如何采用这些规定 我们都应该加以什么关注 除了这些方面之外 我可能有一些其他方面我还需要了解 比如说我可能是国有企业 我为了完成讨核指标 我可能采用了一些激进的会计政策方法 估计判断 我的目的是抬高收入 我的目的是完成考核指标 另外你财怪人员是否拥有足够的运用会计 准则的知识惊讶和能力 您告诉我你们单位要实行套期会计 套期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保值吗 你们单位的财务人员连套期工具 被套期项目是什么 哪些能成为套期工具 哪些能成为被套期项目都不知道 你们单位的人员连供应价值套期 限尼领套套期是什么原理都不知道 你敢说你这方面运用的很好吗 不敢 包括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源 支持会计政策的运用 简单的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我不一个个给大家说 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2019年的单选题 下来有关注的会计师了解 被审计单位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的说法中错误的事 一定要读题读仔细 一个字一个字去读 如果被审计单位变更了重要的会计政策 那我就要关注你的变更恰当不恰当 变更后的政策运用的恰当不恰当 注的会计师应当考虑会计政策的变更 是否能够提供更可告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貌似这句话没错 第二 当新的会计准则颁布实施时 注的会计师应当考虑 被审计单位是否应采用新的会计准则 或者说新的会计准则 是否适用于你被审计单位 这肯定是对的 第三 在缺乏权威性标准和共识的领域 注的会计师应当协助 被审计单位选用适当的会计政策 这句话铁定是错了 会计政策是被审计单位的 那么你是应当协助吗 不是 选项地 注的会计师应当关注 被审计单位是否采用激进的会计政策 肯定也是对的 这道题错误的只能是选项C 我不是应当协助 我是应当关注 你变了 我关注 你没变 我觉得你该变 我也会关注这件事 所以选项C是错的 这不就是在咬文交思吗 但是这样的话 你能一个字一个字背去了吗 不可能 第五个标题是 被审计单位的目标战略 及相关的经营风险 实际这准确的来说 应该说引起重大挫暴风险的 经营风险 这有干货 您老人家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目标战略及经营风险 对被审计单位来说 他会有自己的业绩目标 比如说三年之内 每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 这不就是业绩目标吗 但如果你的目标定的太高 你玩不成 你又为了避免债权人股东对你失望 你可能就会作假 就会导致你的什么经营风险 还有一些情况可能跟目标没关系 比如说你战略上出问题了 我可能跨行业经营 我占用的资金太多了 我曾经有一个学生 他们代表是从事什么的 从事物业服务 但是他的物业不是寄人临下 他的物业是他先出钱 比如说把一栋房产买下来 然后我这栋房产要出租的时候 我是给自己的房产提供物业服务 但是这个单位最后倒闭了 破产清算了 为啥呀 实际我们经常说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当时他投资了一个房产 需要很多钱 但是这个房产中间 不论出现了什么问题 最后没有进行下去 而他所有资金都被占用在这房产上 他没有更多的资金去照顾其他方面 他其他的房产也进行不下去 最后资金链短裂 因为他把全部的积蓄都压在了这个房产上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为什么经常说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 不就是个道理吗 那么跨行业经营肯定是有风险的 因为本身就是你不熟的行业 那么在这儿住的话 其实应当了解 备设你单位是否存在与下列方面有关的目标和战略 并考虑相应的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谁的 备设你单位的 本来跟我住的关系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是我就是怕你备设你单位有了经营风险 你铤而走险 把报本给赶了 不就变成了我将面临的重大挫保风险吗 好 那么导致风险的因素 比如说行业的发展 我经常举的例子 明明行业在进步 而你背是你单位不具备足以应对行业变化的人力资源和专业特长 你可能就会被淘汰 这些例子经常举 原来最初是使的是寻呼级 现在使的是智能手机 那么现在的微信是可以语音输入转化成韩字 就包括微信 现在不也是有功能进步吗 你原来的是转化成韩字 是你要用手指使劲按着 弹按才能转化成韩字 现在微信发展到在你的语音条旁边就写着转为韩字 你按一下它自动就转为韩字了 这不都是行业的发展吗 那么第二个 开发新产品或提供新服务 你的产品责任增加 你能够应对这种责任的增加 包括业务扩张 不发展代表着灭亡 但是发展了 你是不是能应对这种发展 包括新的会计什么要求 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以一个简单的应收账款为例 因为你管理它的业务模式不同 可能将来这应收账款在你的报表上 有可能是以应收账款的报表项目展示 有可能是以应收款项融资的报表项目展示 有可能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模式展示 您如果不知道 您还以为应收账款的会计科目 只填在报表项目应收账款里边 你已经落后了 过时了 第五个监管要求 包括第六个 本期期未来的融资条件等等 还有信息技术的什么 运用 我远的不举 我就跟您说三个字 你马上就能反应过来 大数据 对人有影响 影响大了去了 你只要从这个高风险进行过 马上你的健康宝就会有弹窗 马上就让你去做核酸 做完核酸才能给你解除弹窗 这不就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吗 包括第八个实施战略的影响 特别是由此产生的 需要运用新的会计要求的影响等等 您的会计要求如果运用不当 或者不完成 直接导致你的报表出现重大所报应 能简单的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最后说一句话 不能随着环境的变化 而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固然可能产生经营风险 但是调整的过程中也可能导致什么 经营风险 不就整个道理吗 这是我提示大家一句话 如果有人说你非要在这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原来上课都是上面授的课程 后来发展到上网课 你要不适合网课的环境 如果有哪个老师说 我必须有学生给我互动 而我现在给你讲课 每天讲课经兴乐道 兴高采烈 其实我面前只有个摄像机 整个屋子里边只有我一个人 我要不适应网课的这种环境 那我还能讲课吗 不能了 我还能挣钱吗 不能了 这不就整个道理吗 那么口号二这一块内容特别重要 非常重要 特别特别重要 客观机几乎绵年都会在这命中点 一定要注意 我先说几句话 第一 我再重申一下 经营风险跟我住的外师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经营风险是你备审的单位 你可能有很多方面都会产生什么 经营风险 比如说你贷款可能困难 因为你的财务指标不合格 比如说你招投标可能困难 因为你注册资本太少了 可能你的许可证到期了 不会被获批 也会导致你的经营风险 好多方面 还有什么 还有可能你的经营风险来自于你的内部团队 你内部团队有人挖枪脚带走一部分人 这些是不是都是你被审计来的经营风险 对 这些经营风险跟我住的外师有关系吗 本来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是如果由于某些经营风险 品而走险 您作为被审计来的管理层 您把报表给改了 而且是虚假的更改 这不就是舞弊吗 这时候就会形成我住的外师将会面临的什么 重大 错报 风险 所以是经营风险 很可能导致我住的外师面临的重大错报风险 而且我告诉你一下 是所有的经营风险都会导致我将会面临的重大错报风险 不是 你的团队有人叛变了 带着一部分人离开了 跟我报表有啥关系 没关系 你的许可证不被获批 跟我报表有啥关系 没关系 我只能说经营风险的很大一部分 会导致你铤而走险 把报表给改了 变成我将面临的重大错报风险 但是有一些经营风险 跟我住的外师始终的物贪病 所以在这大家一定要明白 经营风险是备审移代位的事 本来跟我报表没关系 但是你铤而走险 把报表给改了 就将变成我住的外师将会面临的重大错报风险 所以我说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而且前者比后者的范围要广 你看这两项影响我重大错报风险 而你第三项不影响我重大错报风险 但它也叫经营风险啊 所以第二条我住的外师确实要了解你被审计单位机环境 其中就包括了解你的经营风险 因为了解你的经营风险有助于了解我的重大错报风险 但是我永远不忘初心 我是干啥的 审报表的 并非所有的经营风险都跟财务报表有关 结论是什么 我没有责任识别和评估对报表没有重大影响的经营风险 所以我只关注跟报表有关的经营风险 所以他一直在强调相关经营风险 道理就在这 将来考试第二句话特别重要 他说住途外师应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所有经营风险 这句话是错的 我没有责任识别和评估对报表没有重大影响的经营风险 比如说许可证是不是货批 对于你是经营风险 但跟我报表无关 我不了解 第三个 多数 经营风险最终都会产生财务后果 从而影响财务报表 但你敢不敢说所有经营风险都影响报表 不敢 第四个 经营风险可能引起的是交易账户约合披露的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也可能引起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为啥呀 比如说我银行贷款有困难 银行只是怀疑我现金比例不够 那我调一两个项目就可以了 这时引起的是认定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而如果我招投标我各个指标全部合共 我批了啪啪啪整个报表全都调了 你们见过很新鲜的吗 曾经有些单位招投标不中标不合格的时候 把每个报表项目都乘以十倍 都乘以一百倍 这样的扩大报表项目 一看报表非常好看 逻辑关系 然后对营关系还都平衡 这影响的不就是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吗 我不怕麻烦 我从这开始跟你总结 经营风险 记住 经营风险 既可能引起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也可能引起认定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好像你有话要说 对 还有一个第十三章第一节 等我们学的舞弊 也可能引起报表层认定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然后第十七章第三节 持续经营 它引起的通常是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审计很枯燥 我只能不断的给大家重复 让你把这些点 记住 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2017年的一个单选题 现在有关经营风险 对重大错报风险影响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多数 我没有说全部 多数经营风险都会产生财务后果 从而可能导致重大错报风险 貌似这句话没什么问题 影响报表不就产生重大错报风险吗 第二个 诸多怪奇是在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是没有责任识别和评估 对财务报表没有重大影响的经营风险 没毛病 经营风险通常不会对财务报表层次 重大错报风险产生直接影响错了 它可能引起报表层 可能引起认定层 第四个 经营风险可能对认定层次 重大错报风险产生直接影响 没错 这道题问你错误的自然是选项 C是错误的 矿号三被审计单位的风险评估过程 这个大家简单的知道一下就行了 我只提示一句话 我们就是要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 了解内控是什么的 必须的 别错 标题六 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 这个财务业绩的衡量评价既有内部因素 被审计单位对下属员工的业绩评价 也有外部因素 股东债权人对被审计单位的业绩评价 我怕什么 我就是怕你为了完成业绩 而你实际没有达标 你给我铤而走险把报本给砍了 不就变成了我将面临的重大挫保风险吗 所以我可能要了解一些方面 比如说我诸多怪是重点关注到的信息 关键的业绩指标呀 关键比率趋势和经营统计数据 您要想达成业绩考核 那您得给我拿数据去说话 您的数据真实不真实 包括同期的财务业绩比较分析 预测预算 差异分析等等 包括员工业绩考核 与激励性报酬政策 还有背试你来为与竞争对手的业绩比较 就您一职独秀 别人都惨淡经营 您信吗 不信 就这意思 包括第二个 关注内部财务业绩衡量的结果 你往年从来没对管理层有业绩几率 您今天明确的告诉我 净利润只要比去年增长20% 我奖励你500万 我玩了命累吐鞋 我也得让他达到净利润20%以上 否则500万就跑汤了 包括在座的你我 他谁敢说这500万是个小钱 不可能 所以说我会看一下你的结果是什么 您的结果净利润增长了20.12% 怎么那么巧 刚刚勉强完成 很可能你的净利润有假的 影响净利润的指标有很多 比如说收入类你高估了 成本费用类你低估了 不都会影响净利润吗 就包括我们现在不经常是翻腹畅联吗 那这时候你明言明酒的销量肯定是走低的 您告诉我促销人员的工资不大没降 还翻着背的往上涨 假的 你可能就是为了降低税负 你把促销人员的工资给的抬高了 你需增了什么费用 影响比如说销售费用的哪个人并发生 第三个考虑财务业绩衡量指标的可靠性 那我就要关注到你所用的数据是不是可靠 你不能梦我 你要想得到这个年终奖500万 你必须保证你的数据是真实的 能明白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实际讲到现在 我们就把了解背审计单位及环境的前五个方面 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不用背这些例子 我生活中给你举了一些例子 都是在为后边我们讲风险导向是审计的综合题 在做铺垫 所以说能大概明白 我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有问题 我说的那种情况可能有不对劲 只要达到这种程度 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那好 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